解放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不仅不是预防强迫劳动 而是制造强迫失业 不是保护人权 而是打着人权旗号 侵害新疆群众的生存权 就业权 发展权 堪称21世纪 最臭名昭著的侵犯人权法 这不恶法不仅无理制裁中国企业 而且以合规的名义 试图把各国企业强制绑上 遏制打压中国的战车 试图打造经济胁迫联盟 这种为一己之私 肆意破坏国际经贸规则 严重扰乱国际产业连供应链的行径 是美国霸凌霸道的体现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倒退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我们将采取有利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